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們既因信稱義 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得與上帝相合 我們就藉著祂 依信得進入現代 所在擔責人之中 並且高漫息息 大望上帝人的無妙 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我們知道 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爹 老爹生慕望 慕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 將聖靈 將上帝的愛 澆灌在我們的心裡 第五 你們是世上的光 神照在身上 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燈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 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探獻 你們的好戲為 願將榮耀 為你們在天上的父 阿們 我們一起祷告 是的 主 你是深愛我們的神 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謙卑向你祈求 主求你的光光照我 讓我們看見 我們內心有什麼 不討你喜悅的 所我們的心思意念 你最清楚 好叫你的膏油 能夠厚厚的澆灌在我們的身上 讓我們能夠藉著你的膏油 能夠藉著你的膏油 能夠藉著你的膏油 能夠為主來發光 為主來做見證 幫助我們所行的事上 多能夠逃你的喜悅 多能夠逃你的喜悅 讓我們的行事 讓我們的在為主做的功 多有果效 主幫助我們 走前面的道路 引領我們 一生一世來服侍你 也感謝你恩高 謝牧師 年老的日子 依然能夠為主多做主功 宣揚了福音 主使給他能力 使給他智慧 激勵我們 讓我們在所行的事上 多合你的心意 我們這樣子祷告祈求 都是放靠我主 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牧師 這就是要給我們的訊息是 我的燈 需要有 需要有救 感謝主 感謝主 我們又來到主的面前 今天想 跟我們分享的信息 其實是 對我自己的很大的勉勵 如果我們的生命是一個燈的話 我這個燈已經很老了 可能燈也是 用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祈求神說 在我服侍的 每一天裡面都真的是 領受到神的 神的燈裡面的油 更能夠充滿 我們才能夠繼續服侍神 不然的話就要早就退休了 我在美國的時候 遇到一位傳道人 他剛好是65歲了 我們台灣是70歲 他們65歲就退休了 等不到那個65歲 很長的時間 所以他在退休禮拜的時候 他上台的第一句話 就說 感謝神 我從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不用講道了 他那個嘆息 讓我覺得說 65歲 大概準備長到準備得很痛苦 這樣子 但是我們被神拣選的人 真的是 說起來是沒有退休的年齡 在我們的服侍的生涯裡面 我們應該要記住說 每一天都是在服侍神 這是我們的精神 所以你可以活得像 夫妹老師更久 因為他在服侍 每一天服侍 還沒有完呢 還沒有十選十壘 我也是在努力的當中 他求神給我 能夠更多的油 能夠讓發光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的信息裡面 讓我想起了燈跟油的關係 讓我想起在馬太福音25章的地方 有一段聖經在描述說 有十個童女 有沒有 他們在等新郎 來 來取親 那個十個童女 用現代的話講 這是新娘的伴娘 是伴娘 可是在 那個古代的時候 猶太人他取親 他們沒有像我們 怎麼樣方便的 什麼 手機 時間 沒有這個時間觀念 這個婚禮都要經過 最起碼要一個禮拜 而且那個新郎 他朋友很多 他告訴說 他要從這邊到 那邊就娶新娘的時候 要經過很多地方 他朋友很多 他告訴說 我要帶母親 那邊就開始開個派對 那一個派對 開了不曉得多少派對 才到新娘的地方 所以新娘 雖然有伴娘 他們有準備 那個燈 以前的燈 以前的燈不是我們想像的那個燈 是一個叫做torch 是一個火把 你知道那個火把 就是用鐵弓 不是鐵弓 烤菜對 鐵弓 然後裡面 還塞了很多的燃燒 發布 但是裡面一定要有 這個油 不能裝很多 所以 你如果 點點點 馬上就要 衝油 加油 大概我們可以想像到 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 古代在結婚其實是很不簡單 所以 新郎 到什麼時候 能夠到新娘的家 那個 那個新娘 跟那個 伴娘 要一直等候 一直等候 一直等候 要看 前面的人說 來了 來了 大家都開始 也許 好幾天都睡覺了 他爬起來這樣 所以 我們可以知道說 要帶我 不簡單 可是 我們可以知道說 等到新郎 來的時候 來的時候 那些 那些 有準備有的 就開始爬起來 沒有有人說 笑一下 沒油 又沒有那個 加油站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到 那個時候的 那個 尷尬是怎麼樣 但是 這是一個典故 可是 也是在提醒我們 我們的新郎 耶穌 新娘是誰 教會 伴娘是誰 信徒 每一個 你被捲選做伴娘的 都是信徒 我們迎接 新郎來的時候 不但是 新娘 要高興 每一個信徒 都要 常常預備 所以我們說 主耶穌什麼時候來 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們要 常常 警醒 來預備 這是 這個故事 給我們的 一個很大的 一個 啟示 所以 我們預備了沒有 如果 耶穌今天來了 我們有 我們預備了沒有 也許 耶穌十年以後才來 我們也要做預備 我們不要說 最好不要讓你知道時間 其實我們的生命都是這樣 什麼時候 神要把我們的生命 取去我不知道 每個小時 每一個時刻 都是要準備的時候 這是我最大的一個受到的一個衝擊 如果用現代的燈的造型來講 燈的造型很多 我聽過 我聽過那個 伊甸基金會的劉俠女士 她 開始那個伊甸基金會 但是劉俠女士本身是 腦性麻痹 所以 但是她非常勇敢 她覺得 很多的基督徒 很多人 雖然有生命 但是她們的生命裡面 缺少一種光 缺少一種能夠照耀別人的光 也就是說 我們的生命是一盞燈的話 我們的燈 沒有油 她說她進去一家咖啡店 她說咖啡店 裝潢非常漂亮 她調了幾十個 有那個不同造型的燈 七彩的 但是她喝了咖啡以後 她發現說 這些燈都是裝飾品 沒有油 不能放光 她就非常感慨 她說 我們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 都是裝飾品 這是對我們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 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的生命 如果我們的生命 是燈的話 我們的生命 是一盞燈的話 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 剛才我們唱了好幾首 上帝的愛 上帝的愛 的油 充滿 有耶穌基督豐盛的生命 我們才能夠展現出 我們一個基督徒生命的樣式 你知道當上帝創造我們人類的時候 祂不只是用泥土 用泥土來創造 祂最後像亞當 怎麼樣 吹了一口氣 說噴這個氣 不是頭氣 不是那個看氣 祂吹的氣是靈 讓我們有身體 有魂 但是有靈 所以我們常常注意到的是 身 心 靈的健康 是不是 我們讚美操的主題 跳讚美操不是只有身體健康 是身 心靈都健康 這是我們讚美操的目的 但是這個靈是什麼 靈的作用是什麼 在真言二十 二十道二十七節告訴我們 說人的靈是耶穌華的燈 人的靈是耶穌華的燈 就是 檢查人的心腹 耶穌華的靈的 就像眼睛一樣 在檢查你每天你生命所做的事情 不是那個大陸的那個 見識器 在看你是什麼臉的 把你抓起來的 不是啦 是在檢查我們心裡面在做什麼事情 審查 審查我們自己的這種作為 到底是什麼 所以 上帝要藉著這個燈跟靈 靈是一種有 在我們生命裡面 讓我們實時能夠見察到 我們心裡面所做的 是不是能夠榮耀神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耶穌也描述說 我們的眼睛是 身體的 心靈的燈 對不對 眼睛就是心靈的燈 如果眼睛瞎了 全身就暗了 所以 眼睛就是我們的心靈 是靈 我很知道這個眼睛瞎的痛苦 因為我師母 差不多十幾年都眼睛看不見 那是一個非常痛苦的事情 以前有一個醫生說 欸 你有福了 因為現在英國發明一種晶片 是把晶片按下去的時候 這個就像一般很亮晶晶的 那個晶片要多少 一百萬 不是台幣喔 美金 我沒有反亂 我沒有真的 給他找不到 不要去想他 我的心能夠明亮就好了 真的是 我們眼睛瞎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辦法 可以看得清楚 今天我們很希望說 我們這個靈魂之窗 我們的靈 是常保持能夠亮光 是常保持一種 能夠見察神的心意的這種光 所以我們感謝神 我們有身體 但是我們需要有從上帝來的有 耶穌告訴我們說 你們是世上的光 世上的光要怎麼樣 世上的光就是要照耀在人的面前 我們知道 每一個人的那種 光的作用到底是什麼 有一個光的作用 我們看一下那個 PowerPoint 光的作用很簡單 我們大概都很了解 但是第一個 光的第一個作用是什麼 是照明 照明 所謂照明 特別是在黑暗的地方 沒有手電筒 沒有光的話 我們常常會跌打 我們常常會陷入那個陷阱 你聽過一個遺島故事 說一個瞎子 去打工完了以後 拿著燈 要回家 結果在馬路上 拿著燈 但是去碰到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 在黑暗的地方 那個瞎子就罵那個人 你是青梅 你是瞎子是不是 你說你才是青梅 因為我本來就是青梅啊 我拿著燈 你沒有看到嗎 他說 你的燈 沒有亮 瞎子看不見 他自己拿著燈 有沒有亮 所以他拿著燈 沒有亮 所以去碰到人 誰罵誰 反正就是燈沒有亮 燈就是照明 燈 引導 照明就是引導 Guide 你如果說 你要成為一個燈的話 你在迷路的時候 你給人家指一個方向 那就是你的燈的功能 我們有常常這樣的 在我們生命的當中 有意見很多的人 迷路了嗎 我們有很多時候 尤其是葬梅操的時候 除了跳操以外 可能最多的就是要來問 老師問說 我應該怎麼做 但是那個時候 你沒有給他一個指導的話 他永遠在迷路的當中 尤其是生命 這是一個照明的功能 第二個 燈有溫暖的功能 寒冷的天氣 如果出了太陽 多好 我們常常說 太陽跟北風 哪一個比較好 北風吹的話 衣服越 越 太陽一照 都熱起來了 這是在說什麼 我對你好了 我如果很刻薄的話 你就是北風 如果我對你好的話 我就是太陽 你會融化你的心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 成為能夠讓人家 真的感受到溫暖 不要讓人家看到 好像心生恐懼 冷漠 刻薄 所以我前天在那個 林生公園的心靈十八的時候 我說要做人緣 做人緣 做人緣 人緣要做好 人緣要好 人緣要好 怎麼做呢 很簡單 笑容散開 對不對 微笑 微笑沒有 無味類 常常關懷 常常知道別人的需要 那個要有敏感度 沒有敏感度的話 他不會去 care別人是怎麼樣 所以溫暖這個事情 是我們光的一個作用 另外一個作用 是醫治的作用 我覺得這個 醫治是以前 以前 尤太人他們都用那個 橄欖油做 傷口 治療傷口的那個油 所以油有一次作用 就像我們現在的萬金油 像我們的那個 我們常常說 Mensuri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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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萬年高 什麼傷 什麼打死的 什麼都可以擦的 其實 如果我們 基督徒 如果稱為Mensuridam 很好用 什麼地方 跌倒到擦一擦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其實我們很少 我記得我在當神學生的時候 二年級 什麼都不懂 剛好進去 就讀聖經什麼的 但是有一天我 派去那個農村的地方 那個農村 整個部落都是基督徒 只有一戶 一戶不是 他們很樸素 但是我剛剛去的時候 我什麼都不懂 但是有一天晚上 半夜了 不是那個三點 半夜的時候 就有一個家長打電話來 謝先生啊 你能不能過來 我的女兒 有發燒了 要你禱告了 我說這下子 考驗來了 我什麼都不懂 我怎麼禱告呢 我拼命要翻那個聖經 哪裡有那個禱告可以退燒的 很難找的 很難找的 我就 台灣話 沾沾 就趕快去那個家裡 我去看的時候 我頭腦只有想說 我要讀哪一段聖經 要讀哪一段聖經 忽然想到說 四篇二十三篇最好 四篇二十三篇 那是 那是 你知道 四篇二十三篇 可以適應每一個掌和 我就開始念了 四篇二十三篇 這奉耶穌的名 奉耶穌的名 這個退燒 退燒 但是心裡很緊張 是不是 有效沒有效 你知道 我就回去 那一夜會睡不好 可是隔一天早上的時候 那個媽媽說 謝謝先生 你打過真有效 她早上起來 就燒就退了 真的好 主啊 你怎麼這麼冷啊 我是 但是 這是一個第一個考驗 我們真的是 能不能成為 我們常常現在 在我們打告會的時候 常常替 這種打告 這是有醫治的作用 但是這個醫治的作用 絕對不是說 什麼 那個 只有油可以醫治 信心 可以帶來醫治 油是一個symbol 是一個 一個象徵而已 可是 我們 不能夠本末導致 我們也可以帶油 也可以不帶油 也可以奉耶穌的 能夠為他打告 不是很重要的 是 光還有 是 當然 在聖經裡面是說 你要走在前面 是有好的行為 是一個榜樣 人家看你是榜樣 我發現說 我們張美昭 為什麼要有 那個 訓練 實質訓練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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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就是 讓你的動作 能夠合乎標準 不能隨便跳 要有認證 認證做什麼 認證不是 只有讓你上台 做老師而已 認證是 給每一個人的 這種榜樣 如果你跳不好的話 你不一定要看 面前 那個台上的人 的榜樣 你可以看 我去段美昭 不是很長的 以前有 可是我發現有一個 我不是在誇獎 春藥老師 春藥老師很少在台上 他就在台下 他在台下 有時候 站在我的前面 在旁邊 為什麼 因為你台上的人 跳左 我就跟他左 有時候 我來不及 到底是左還是右 但是如果我看 春藥老師在我前面 我就跟著他 就對了 可是他 因為站在我前面 看不到我 後面跳什麼 我亂跳 他也不知道 可是他已經變成我的 標準了 我很感謝 我們常常要把那個標準 能夠在人的前面 能夠讓大家學習 你的行為 如果成為人的榜樣的話 我覺得這是很光榮的事情 我們常常在發現 在教會裡面 有一種很可悲的事情 那個也是基督福 像這樣也是基督徒 已經說了 我們心裡很痠 那種基督徒 不能夠成為人的榜樣 我們沒有辦法 發揮那個光的功能 這是我常常感受到 我們只是要反省的 來成為信徒的話 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要服飾 就是要服飾 你出來讚美超 跳超的 都是要服飾 這個服飾的概念 沒有的話 你跳讚美超 只是一種娛樂 摩西帶以色列百姓 從奴隸的埃及的環境中出來 摩西說了一句話 向埃及的法老說了一句話 他說 讓我的百姓脫離奴隸 在自由的地方來服飾我 有沒有講這句話 這個服飾 service 是一個worship 是一種敬拜 讓這些百姓得到自由 好讓他們在自由之地 能夠敬拜我 可是它的敬拜的後面就是 worship service 對不對 worship 本來就是一種service service是什麼 我們service 是神的心意 我們要service 神的律法 我們要service 神要告訴我們做的事情 所以每一個人都必須要服侍神 你如果是基督徒 從罪裡面得到自由的話 你一生當中 一定要服侍神 沒有服侍神 你就不能夠稱為是完美的基督徒 我們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但是服侍 必須要有喜樂的服侍 就是 如果你的服侍 帶有壓力的話 你的服侍是不甘心的話 你的服侍是有很多的 心裡面的捆綁的話 這個服侍不能夠得到神的喜悅 所以我們要讓神喜悅 我們不只是成為神的兒女 我們要讓神喜悅 這是耶穌在受洗的時候 祂從天上聖靈告訴祂的 你是我的兒子 愛子 是我所喜悅的 那個喜悅是什麼 是神心滿意足的 我們回想我們基督徒的服侍 有沒有讓神真的是喜悅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挑戰 我也常常這樣問 很多時候我們服侍的時候 都有無力感 力不從心 這個無力感 是服侍人常常去遭遇到的 我曾經見證說 我曾經在五六十歲的那個時候 我是服侍到無力的 想要離開 還沒有退休了 我就想要離開服侍神 服侍神你怎麼這麼苦啊 都沒有喜悅的心 可是我經歷到聖靈的更新以後 我的觀念完全改變 聖靈給我指責說 因為你有重擔 你有無力 因為憑著你自己的能力來做 不是憑著上帝給你的能力 那個翻轉很重要 所以我已經 那個時候 開始 我在墓會的時候 我就 不以我自己的能力來為主 碰到夫妻吵架 要來請牧師來做裁判 我心裡很害怕 我說你們的事情太複雜了 我不能解決 不過我願意 跟你們一起同受苦 如果你願意跟我 一起來 禁食禱告 為了自己禱告的話 付出時間的話 那個是太太來找牧師的 因為她找律師要錢 一百五十塊一個小時 找另外一個律師 要分財產的也要錢 她找了三個律師 一個小時要花四百五 她說 哇這麼貴喔 我找一個沒有錢 不要錢的牧師 牧師就不要錢了 她來了四五個小時 我都沒有給她收錢 但是我跟她聽了以後 我說你們這個事情 我們就慢慢解決 我們要進食禱告 我說你肯吧 我跟師母一起走 一個禮拜三次中午 一起禱告 感謝神 神開路 神讓一個人悔改 我說你看神多麼奇妙 所以我以後都不靠自己了 都是把所有的困難 交托 心靠神 這是一個很 讓我能夠快樂服侍的一個動力 所以我剛才我說 一個人要很服侍快樂的服侍 有幾個因素我把它列出來 你們可以選擇 有沒有這個方法 有 第一個你們要記住 你們奉獻服侍的時候 一定動機要純潔 保羅說 你要把你自己當作活跡現場 是聖潔的 是神所喜歡的 這個聖潔 然後 聖潔是甚麼 東西 我們服侍神 不是要給人家來 讚美我們 我們服侍神 如果是你 為自己的話 人家說一句批評 你就倒了 如果你是 沒有完全純粹的東西 來服侍神的話 你常常不happy 比你的服侍不会快乐 所以第一个动机要纯洁 这是我常常在注意到的 我今天有没有侵占到神的荣耀 我们一定是像吴老师说说 要荣耀神的灵 我们的focus在神 但是我们有侵占 侵占 以前我在蒙角在教会在讲道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就 信徒就说 哎呀 牧师你今天讲得非常好 真的是 我们喜欢听的 别的我都听不习惯了 哇 糟糕了 牧师娘在旁边眼睛很大 回去以后糟糕了 他说你今天去穿枪上帝映耀 人家争战你 你就很高兴 而且人家说别的牧师讲的 他都不要听了 骄傲起来 荣耀 哇 这是神的荣耀被我们去侵占 我们一定服侍一定要很专心的仰望着 一切荣耀归给神 这是我们赞美上的精神 非常重要的精神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有正确的动机 第二个 我们要知道能够服侍神是神的呼召 神的呼召非常要紧 神的呼召是我呼召忠诚弟兄做传道宣教师 那是呼召的 你的心里会讲怎么样 神你看得起我 你看我那里有戏喔 你还要呼召我 所以任何一个植物大大小小 你能够服侍神什么 是神看得起 所以有些教会 被选上长老知识或怎么样 都推迟了 不要啦 不要啦 不要救人啦 不要救人啦 有没有 有这个 常常有这个 两算都不要 连选都不要人家选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知道说 这是神的呼召 你会乐意 真的神会看得起我 这是神的呼召 第三个呢 我们服侍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成全神的心意 不是成全我的目标 所以我们要先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 成全神的心意 我们才能够像耶稣一样的 每一个行动 每一句话 都是为了成全父神的心意 耶稣在最后的那个上十字架的时候 父啊 能够可能的话 这个苦碑离开我吧 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 乃是照神的意思 照父神的意思 他成全神的心意 这个是不是快乐的一点 神的心意满足了 他满足我们就满足 我们要记住 神满足就是我的满足 只有你满足神不满足 这个 那个是有问题 所以再来呢 刚才那个 这个唱了几首诗歌里面有一首恩典 对不对 这个 何等恩典 恩典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 我们要靠恩典才完美 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力能够做什么 这一定要在我们服事上 都要常常这样子记住 如果靠你自己的话 你会陷入无力感 你遇到挫折 理想不能实现 我无力感就是这样来嘛 压力太重了 我的理想跟目标不能相称 就有挫折感 人家射一个箭来我就受伤 问题那么多 我找不到答案都恐慌 我自己也有欲望 我的软弱 糟糕了 你的无力感就来了 但是呢 如果你懂得靠恩典的话 神恩典 那个圣经有一次 我读到说 要完美 追求完美 我就跟主耶稣说 不可能啊 我不可能完美啊 谁叫你靠你自己 我是要知道你靠我才能够完美 靠你自己不可能完美 我就释放 这是很大的释放 所以何等恩典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今天的主题曲 还有恩赐要操练 恩赐不是说 白白的从上帝领受到 我就可能用上去 你这个牛排 给你寄一个牛排来 是冷冻的 你也不能吃啊 你要交给那个 杰尼煮啊 才会变得好吃啊 不是 我不是说杰尼的牛排 但是我说 要烤 冰的冷冻牛肉 要怎么样 要去烤吗 要去冻吗 不解冻才能烤啊 要先解冻 要解冻 然后BBQ嘛 然后BBQ嘛 我们很多人都是冷冻牛排啊 但是我们没有BBQ 我们要圣灵的火 给我们BBQ 不是只有靠这里 然后我们要套圣灵的火 给我们BBQ 而且要平衡 你不要只有一边超会搭 一边不熟一边超会搭 要常常BBQ 这个是超练 这个是超练 你多少时候 我们的超练能够熟练的话 你看我们跳起赚美超来 多么美妙 开始这个美妙 有人的欣赏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说 任何一个恩赐 我们必须要超练 越超练越熟 我们越能够服侍神 可是我们要 最后我要提醒我们大家的 一定要服侍要有解脱 没有果子的服侍是空的啦 所以我们说扩张境界 不是扩张我们的境界 扩张境界的意念是结果啦 到处都能够看见带跳赚美超 这是结果 使我们能够看见说神的果度 就借着我们赚美超能够扩张 那个Fruit 那个结果 而且又是好的果子 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一点 可是现实上 我们时常会遇见无力感 我们的油没有了怎么办 我在想翻圣经说 我们有多少油我们需要 油不是只有 你在服侍当中会遇到很多 不同的这种境遇 我实在是很需要有不同的油 第一个油 第一个油 我们每一个服侍的人 尤其是我们赞美超的人 第一个油叫做喜乐的油 喜乐的油 圣经里面 你看以赛亚书61章翻解的话 你就是喜乐代替悲哀 我们所处理这个世界 很多悲伤 很多伤害 很多这些 常常好像没有办法可以释放的 赞美超的每一个人 你如果跟这些人接触的话 你一定要让他能够看见你的喜乐 来得到释放 以前 我曾经到过生命县去实习 生命县是什么 就是有人打电话来说要自杀 那你要怎么跟他 跟他说 麦啦 生命很重要啦 是不是 我经过一个 我们在检讨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 真的是很可怜 他诉说一切 他的生命是怎么样 结果我也很同感 你跟他做什么 我也要死了 我也要跟你一样死 如果我遇到这个情形 他是要鼓励的 如果我遇到你这个情形 我也可能会死 对方说 你是鼓励我死喔 这个要超人 所以我们知道说 生命界的人 就是知道生命的重要性 我们怎么样去提升 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 就是 那个要喜乐的有啦 你自己没有喜乐 你怎么可以去帮助别人喜乐 是不是 这种happy的这种有 我们常常有 尤其是在藏玫草里面 尤其是在我们家庭里面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是第一种有 第二种有 当然是医治的有 医治的有 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油可以有医治的功能 但是雅各书里面说 如果有病的 你就请长老带油去抹油 这个引起很大的误解 我每一个人都带了油 有一个人说 不像什么油 橄榄油也找不到 我就带沙拉油去 去沙拉油 把这摆完 去了就抹一抹 这是圣经说的嘛 而且是长老 长老 不能够别人 那个都是错误的固质 长老那种属灵的 属灵方面的成熟的人嘛 他最大的用意是 长老的那种权柄 有那种新鲜 能够替生命的人 来抹油打扛 可是抹油 不要变成一种行私 有好多人 请我去他的家 半亲家 牧师你给我抹油 窗户也要抹油 床头也要抹油 你这个是什么信仰 都搞不清楚 抹油是一种祝福啊 对不对 但是 最大的 那个 医治的油 就是你的信心 你要有对神的信心 一个把握 你的关怀 你的爱心 更多的话 那种医治效果会更好 对 我当然今天有农大老说 那个牧师去探访病人 他替他那种拼拼的祷告 出来的时候 就说 这不知道会好吗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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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 大概明天就走了 他没有那种信心 要去帮助一个人 至少知道明天要走 他信心会坚强 这个就是 让他在面临死亡的时候 能够不惧怕死亡 你要让他知道 持守信仰到底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祷告的作用 所以 像那个使律大老 灵祷告会的时候 这个意念就是说 我们要持守信仰 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我看另外一个有 是这个分别为圣的有 分别为圣的意思是什么 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才能 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赐 可是我们恩赐的运用上 如果掺杂到你自己的欲望的话 那个就是分别为圣 我最简单的例子来讲 我们生修院有很多去读音乐系 对不对 他们出来音乐都很好 可是他们没有服侍神 他们是交情赚钱的 如果在家庭贪钱的 他有得到上帝给他的训练 可是他是为了自己活的 服侍神要分别为圣 这个不是恩赐跟才能的不同 就是把为神服侍的恩赐能够用上 那个不计较什么 你赚钱不赚钱 所以如果说你只是说 为了赚钱才能够服侍的话 那个服侍不是很pure 不是很圣洁的 分别为圣 就是一种虔诚的态度 我曾经讲过 我们小时候妈妈要我们去奉献的时候 她拿那个钞票 皱皱的 她有用病头烫一烫 你奉献给神的要飘飘亮亮 那个飘飘亮亮不是随便 不能随便 这个叫做分别为圣 如果我们是让人家觉得 你这个基督徒 随随便便 都没有分别 那个会很伤喔 所以这个是一个 叫做分别为圣的油 你必须要 再过来一种油 教导的油 教导的油很重要 最能够教导我们的圣灵 它能够让我们知道的圣灵 可是我们人也很重要 我们人要教导的时候 上一次林牧师也用我的笑话 说简单的讲到 複杂的叫做专家 把一件简单的事情 讲到很复杂的就是专家 他们也打开拿果实学会吧 有很多的材料 如果复杂的讲到简单 就是行家 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能够讲到这个行家 如果简单的复杂 讲不清楚就是老人家 简单的讲不清楚 复杂的讲不清楚就是老人家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福音是很简单的 你要给人家说明福音 讲了一大堆 越听越糊涂 越复杂 我听过那个最伟大的神学 神学家 但是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一个乞丐 在哪里得到食物的时候 就告诉另外一个乞丐说 那边有食物可以领 你就去那边领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今天我们 我们要告诉赞美超多好 我讲了一大堆 你还不如说什么 来跳 来跳 来跳看看 对不对 最简单 三个月 一个月三四个月 那好处 你来失业一下 来失业一下 今天我们最简单的 我们上帝的奥秘实在是非常 不然的话我们读神学不要读纪念 对 可是你要传福音的时候 最能够感动的人 就是爱 爱 因为上帝就是爱 今天我们怎么样把那个 很奥秘的事情 能够用简单 这个是一种有 这是一种有 所以我很盼望说 每个人 你在领受这样的一个恩赐的时候 你要去应用 但是最大的需要的有是能力 圣灵就是我们的能力 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 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 那个我们读起来好像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是讲一个 我们恳求天父 将你的爱 借着圣灵交换 交换那个台语叫做 交换 交换 交换在我们的生命 那个是什么 那是能力 你没有圣灵能力 我们赞美之后有一首诗 叫做什么 我作为冠军之夜 我要说 不要依靠实力 不要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那是去的 都会驱尝 兄弟 牠 sout blade 隔着一首诗 不是靠耍萝 不是靠杯车 不是靠 义神的名义 那是靠什么 你要靠什么 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需要有这个油 能力的油 一共有几种油 有一共有几种油 有五种 其实有很多 我们最需要的油是什么 我要问我们大家 我们最需要的油 是什么 你需要喜乐的油吗 喜什么 喜乐的油 很需要喜乐的油 一共更多 你需要医治的油吗 你要替人家祷告 医治的油 这个也是需要的 你要分别为胜的油吗 这个也是很pure 一切为荣耀神的 你需要教导的油吗 大家都要教导的油 你需要 能力的油 大家都要 大家都要 所以圣灵充满 不是讲方言而已 不是倒地而已 也不是有什么现象 有什么很恐怖的现象 圣灵充满 就是生命的改变 生命的改变 我曾经讲过 我说以前有一段时间 圣灵充满地 很多人也有倒过地 我也倒过 还要拿毯子 给你盖起来 有一个教会 常常倒地 去的时候就倒地 牧师还没有讲 他就开始倒了 一倒就不晓得几个小时 结果 教会要关门了 我们牧师两个 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 我们要关门了 第一次这样的 情形的话 那个不算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是什么 你倒地是爬起来 生命改变 我赞成倒地 如果你是倒地 站起来 你生命完全改变 我说阿们 然后我们如果 生命没有改变 所有一切的现象 都没有什么意义 什么金粉 钻石 或者什么 那个都不是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是什么 圣灵充满是什么 有生命改变 有能力去服侍神 我们一切都是为了神荣耀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一起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祢 你知道 我们的生命是多么宝贵 在祢的眼中是宝贝的 主啊 祢不但创造我们的身体 祢也创造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壮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多久 我们都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 来 让人家看见祢的荣耀 虽然这世界充满了混乱 恐惧 争善 但是我们相信 主 主 祢拣选我们这些属你的精兵 乃是要在这种混乱的世界里面 来为祢做美好的服事 恳究主 祢却的赞美超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知道说 我们所做的是为了祢的缘故 让我们的赞美超 因为得祢的喜悦 越来越扩张 越来越能够成为祢的器皿 来看见神的国度的荣耀 我们现在感谢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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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重症殘障的人,坐在輪椅上 能夠把老師那種的精益,真的是從何以當中 讓同學能夠去領受 我們一定要跟聖靈同共,才能結出美好的國境 謝謝老師今天的社合獎 非常地有大鼓勵 好,我們一起 不要失去,不要失去你的微笑 要常常喜樂,要常常喜樂 不助地禱告,不助地禱告 一起來禱告 要常常喜樂,喜樂,要常常喜樂